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呢 是六个心动侦探 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规则 每天晚上一定要回到信号小屋 可以且只可以给一位一行 发送心动短信 从来没有跟陌生人 在一个环境里 共度这么久 又有点小紧张 但是又很期待 可以一起去 发现这个城市一些美好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很好 一个宣伴 这也是最值得是追选这件事情 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一次推理的时间了 他们的短信会发给谁呢 这六个人感觉能交织出好多条线 胡锦铭选 选谁呢 你决定了今天最后一票 胡锦铭选谁呢 等我 胡锦铭他 我是自娜 我的偶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